谁帮我找一条棍子 我今天要狠狠地教训教训他 来来来 这里有不用给我面子 请务必给你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 爸爸 你要干什么 你可从来没有打过我 你不能打我啊 现在知道叫我爸了 以前不打你是以为你能懂事 现在看来再不打就晚了 你要是敢打我 我就不要你这个垃圾爸爸 起码 毛都没长齐 你竟然敢威胁老子 嗯 爸爸我错了 老公 你就放过他吧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呀 只是个孩子 就是你这种教育方式 才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再这样逼逼 明天我们就去离婚 而且赔偿侯总的费用 你全部自己搞定 离婚 这可不行啊 我没有工作 也没什么技能 如果脱离了老公 就只能去工厂里螺丝了 我享受了这么九十毫的生活 可千万不能回到从前呢 况且这五百万我一个家庭主妇 哪里赔得起 不行 绝对不能离婚 老公 把你的棍子给我一下 给你干嘛 你还想为他求情 老公你放心 我不会为他求情的 妈妈你最好了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宝贝 对不起了 对不起侯总 刚才是我不对 我在这里真诚地向您道歉 请您原谅我 侯总 我的老婆和孩子 给您造成了困扰 实在是抱歉 这台车的修理费 我一会就转给您 不必了 既然孩子已经受到了惩罚 今天这事就算了 只希望你们做父母的以后 能好好教育孩子 不然等他长大了 就只能让别人来教育了 谢谢侯总 您真是个身名大义的大好人 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特殊外卖 奖励汤城一品十栋楼 我去 要知道汤城一品可是全华夏第一豪宅呀 一个套房最低都要千万起步 好点的甚至过亿 系统这一下就送我十栋 那岂不是有几千套房啊 这也太值钱了吧 今日特殊任务 前往汤城一品收房租 完成任务奖励潜艇一步 刚得到豪宅就让我去收租 系统 你这不是存心不想让我低调吗 呵呵 不过我喜欢 哇 不愧是全华夏第一豪宅 这绿化和配套设施简直绝了 我靠 这不是侯天宇吗 陈房 没想到我们曾经的校草兼血霸 居然跑去送外卖了 话说你不是考上了重点大学吧 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送外卖怎么了 我劳动 我光荣 你别看我当年读书比不过你 但我现在混得可比你强多了 开了一家公司 年收入上百万 如今也能在汤城一品租一套房子了 租房子 你这么成功居然只在汤城一品租房子 难道不买下来吗 买下来 你知道这里的房子有多贵吗 一平米最便宜都要35万 一买平米就要3500万 能租得起都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不像你现在手上还提着麻袋 是去送外卖吗 如果我告诉你 这麻袋里装的 可是你梦寐以求的上千本汤城一品房产证 你会不会气得吐血 哇 老公快看 这不是大明星徐正吗 我的偶像呢 我靠 还真是大明星 侯天宇你看到没 这就是住在高到小区的好处 像明星和富豪 都是随处可见的 咦 这不是刚刚买下汤城一品 十栋豪宅的新房东吗 我们圈子里可都传得沸沸扬扬的呢 你今天是来收房租的吗 十栋豪宅 徐导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认错人 不可能啊 你是不是叫侯天宇 没错 就是我 那就对了 可真羡慕你啊 每个月光是房租的收入 都能抵我辛辛苦苦拍一年的戏了 而且你还是唐赚的那种 实在是人生赢家呀 没有没有 我的房租收入其实也就一般般 一个月七八千万而已 那你 七八千万 我的老天爷啊 我一辈子都不见得能赚这么多啊 你这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看起来挺重的 该不会都是刚收来的房租吧 这个啊 房产证啊 我去 房产证用麻袋装 还是一满袋 还都是汤城一品的房产证 这一麻袋可值几百亿啊 对了 一栋304的租客 好像也叫陈房 信息上显示 他已经四个月没交房租了 那个 我可不可以值一点交 原来还真是你啊 不过你都已经拖了四个月 无论如何今天都得交了 本来看在同学一场 连你房租都没问题 可你刚才对我各种冷嘲热讽 那就怪不得我打你脸了 我的公司最近资金纠转不开 如果我在这个街铺眼上 再拿出大笔资金来交租的话 我可能会破产的 念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你能不能再宽限我几个月 什么 你的公司快破产了 那你还敢租这么贵的豪宅 没钱还打肿脸充胖子 什么都别说了 分手吧 分手 你昨天晚上还说 无论贫穷富有都要一辈子跟着我的呢 难道都是假的吗 那还不是被你给骗的 本来以为你住在这么高档的小区 收入一定很稳定 没想到却是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穷鬼 就你这又丑又矮的样子 老娘看着就恶心 你竟然打我 你竟然动手打我 我跟你拼了 救命 快帮我报警 这个女人疯了 我托磨打不过 我去 这也太惨烈了 我还是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吧 收房租去了 咦 我没点外卖呀 不好意思 我不是来送外卖的 是来收房租的 哦 是房东委托你来代替他收租的吗 我就是房东 这是我的房产证 哦不对 这是六栋302的 那应该是这本吧 也不对 这是七栋605的 到底是哪一本呢 我去 这些不会全是汤藤一顶的房产证吧 你到底在这里有多少套房啊 不多 也就几千套而已 我的妈呀 这是神侯无敌了 不用找了帅哥 我相信你这么大的神侯 肯定不会坑我这点小钱的 来来来 这是这个月的房租 你收好 另外咱们加个卫星吧 以后交房租也方便 找到Е紀元